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一天带着弟子到了这个肢体果 一个印度的小国家 那么肢体果有一个小村庄 它旁边有个湖泊 那湖泊有一只毒龙 经常利用黄昏晚上的时候出来 它就喷那个毒液 那么这个哪一个人被它喷到以后就马上死掉了 但是这条道路是必经知道 你不走还真不行 所以大家很困扰了 就到了僧团去 那么僧团就派了加沾言尊者去下户这个毒龙 加沾言尊者是什么时候去呢 他晚上去 就拿着带一个波到湖泊的旁边打坐 这个毒龙一看到有人 然后闻到人的味道 他想说这个人那么大胆在我的湖泊里面打坐 那个龙就不是喷毒液 他喷那个火啊 就要去烧那个周历盘托妾 周历盘托妾是一个大阿罗汉啊 三明六通八卸托啊 入火光三昧 他伸出这种光明啊 把自己保护住 然后再把这个火弹回去 结果那个龙就被调伏了 调伏以后呢 就归于三宝了 就不敢害人了 那么这个村民就很高兴啊 很感恩啊 就请周历盘托妾来家里面应供 他估计不是一家人 很多人一起请周历盘托妾 饭菜弄得很丰盛 旁边摆了一杯黑酒 可能是黑色的酒 那么周历盘托妾在高兴之宜呢 顺手把这黑酒一饮而尽 就喝完了 喝完就醉了 然后就 走到这个回家 回到金色的路中间 就醉倒在地上了 衣服剥就散满地上了 那么佛陀带着地死经过的时候 佛陀就明知顾问了 说这个人是谁啊 地死说是周历盘托妾啊 说哦 是刚刚降服独龙那个吗 他对啊 佛陀说啊 周历盘托妾没有喝酒的时候 可以降服独龙 喝了酒以后啊 连地上的蛤蟆都没办法降服 所以佛陀就召集比丘啊说啊 圣人饮酒尚且如此啊 何况凡夫啊 佛陀就喝着饮酒的过失 而制定了饮酒戒 一个三明六通八谢托的阿罗汉 喝了酒 当然他不会造业了 但是他的心事啊 那个明了性也是失掉了 也是昏睡了 何况是凡夫呢 我们看《楞严经》里面讲到 跟饮食有关的有三个东西啊 第一个酒 第二个肉 这个肉啊 你吃下去啊 增长撑心啊 你经常吃肉 你要小心啊 《楞严经》这样说啊 会变成大罗刹 酒肉穿肠过啊 罗刹性动作啊 真的 他那个心跟饮食是互动的 就奇怪我们心无形无相 但是他受薰啊 第二个是肉 第三个是 五心 葱蒜 生吃真慧 熟食发饮 你这个葱蒜生吃啊 增长撑心 你把它煮熟了吃啊 增长银心 所以饮食当中啊 你要修到这三个不能吃啊 酒肉 葱蒜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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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